加班 加不完的班 上班几年事 上班 这档事 老师 我昨天在网络上认识一个女孩 小心哦 网络世界意外情迷 越炫越深哦 你干嘛上死一眼啊 因为好恶心 我认识女孩的喜悦 老师 你会用网络交友吗 不会 但是我对这种网络游戏的东西蛮聊 因为我不是说我住在男生宿舍嘛 我先生跟我儿子嘛 从小就是线上游戏 那你最近才 因为接触这个节目才办Facebook 对 才刚开始 而且我有脸书请按赞 你只要上网杂语 徐薇官方网站 请按一个赞 也可以留言攻击他 他认识很宽的 学英文啦 我都有在上面教一些英文 你有在上面跟人家对话过吗 因为像这种社群网站好玩的地方在这 有啊 有 然后有人留言 留言我马上回应过去啊 他就会说 你真的是徐薇老师吗 有没有 对 那我说那是怎样 不是我会有谁呢 而且你在这上面 比如说你可以点到我们天团里面任何一个人 你可以找他朋友 你会这样子吗 不会耶 你不会 我倒是没有 我们男生最喜欢这样 看对方有什么朋友 心里有问题 没有 就看对方有什么朋友 然后辣的就按赞 然后辣的就按赞 我用最终目的啦 什么心啊 我倒是没有 前一阵就被抓到 真的吗 被范范抓到 没有 就看我怎么常按辣妹的那种赞 我发现真的是 我给他鼓励啊 他们拍照拍得那么勤快 上穿上的也不错 而且角度一直要穿很勤快 对啊 那个拍也没差吧 男生上网有他的目的 对不对 我摸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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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个按赞实在一下啊 实在一下啊 实在一下 可是所有的问题就是从一开始 说没什么 没什么开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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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看了 然后才有回应的时候 不得了 哇塞 你知道那个深夜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个夜里 越夜越美令 就是 夜深的 就你会突然间 欸 有一无疑 嗨 你好 类似这种 你就觉得 哎呦 有人陪你聊天 我要睡了 怎么玩这个 哎呦 而且那种感觉好像说夜深人静 寂寞的夜里还有人跟你对话 对 对 非常惊喜的 对啊 我那天就收到一个 一个 就留言了 结果竟然是我二十几年前 我服务的那家公司的同事 我的天啊 二十几年前 男子还女生吗 男生 而且他说 没有 没有 请少度乱 你习惯来了 我们在分享人生 你就讲 因为他能够知道 我当时那家公司的名字 那就是真的是我的同事 然后他跟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而且我送给他的瓷器小娃娃还在 他就是爱了 爱了 爱了 二十几年前才有取得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真正的 可是我觉得网络很可怕 本来你一辈子 不可能可以联络上的人 你透过这个社群网络 或者是线上游戏 可以碰到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男生上网的时间比女生多很多 多在哪里呢 过去四年来 网络使用的平均时间 本来是每周七点三小时 现在是八点四小时 而且男生平均比女生多两个小时 我就是想要看到辣妹 任赞的心理 你不是也在等待对方的回忆 我没有等 没有 没有 不期而遇了 所以你现在网络上真的是 蛮多的 越来越多 对 而且下一个在你儿子长大会更夸张 一乱起 对啊 等不及了 这些都要分享一下他们在网络 曾经也有跌倒过的爱情 跌倒 好 首先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小婷婷 嗨 网络世界这么美丽 没有她怎么行 嗨 第二位亲说她玩心脏游戏 玩得非常疯的女人代表Gigi 是的 没有 我们先因为网络才开始 而且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上网 哇 代表性 对 下一位她说她女儿不要上我精英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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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网络呢 大家常讲刀切豆腐两面光嘛 其实有好有坏 看你取决于哪一个你要的东西 嗯 对对对 有好有坏 好 下一位男人女人脑中你想什么她都知道的 Wendy老师 嗨 嗨 就是上网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心理问题 而是大脑功能的问题了 嗯 大脑无法干净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要先讲一下网络到底有多好玩 超好玩的 我跟你讲网络呢能够满足你所有现实生活想要得不到 对 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真的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 因为你是人夫嘛 而且你算是比较小心的人 你就只是按赞而已 不小心 按赞也不行吗 按赞可以 我觉得这很OK 因为像我之前有一阵子沉迷于就是 现在的聊天室都是直接可以视讯的 那你上去之后呢他就有一整排 如果你有个视讯的符号 就表示他是开放的 你一点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人你要不要 我觉得网络警察应该抓你 不是 你诈现实 不会不会你要听我讲 你在上面真的很有趣 然后有很多名字 例如说什么猛男健身超级壮 那个你一定要点 对不对 你一点之后呢 他可以先跟你讲说 那你有没有视讯 那我一定不可能让他看到我嘛 然后我就说有啊 因为这样他才会开 你就骗他开之后 你把视讯按住 他看不到你 但你看到他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 你是蛮就很开心 因为他就会开始慢慢你就会 讲什么 讲什么 讲什么就是有的没有的 主播可以多换 我跟你讲 你要先用文字 你就先跟他讲说 我好想要看你 有没有壮壮 然后他就会 然后他就会 然后你脱完之后 然后如果你不满意 你就还要让他有好印象 你就说 好冷冷喔 你要把衣服穿上 不然他啾啾喔 然后 对 然后你 然后你 你就从锁他 再找下一个 然后我就每天 我都会这样子看看看 因为我算 我真的有看过一个很帅 我至今就是 腦海里就是 真的帅的 对 就是回味无穷 他真的 回味无穷 哪一种帅吗 因为他是业余模特 像谁像谁 他没有露脸 但他就是身体 是很壮的 肌肉 而且他最好像 就是你知道 他会有点委屈 他就会说 那你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 一个地方没有骨头吗 然后你就会说 哪里啊 啪 他就拍给我看 就拿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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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晚上会很有趣 你知道吗 你也是他发泄的对象 天天 可是看不到人 我不知道 这个话里尺度到这 可是是真的啊 现在网络上 可是他会问你 满十八了没 所以就是还要 这是中国人吗 还是外国人 全世界人都可以 但那个主要是 比较多台湾人 就是北中南 他还有那个很细到 北部中部南部 或者是厉害的 都可以 西村万早 西村万早 海南平早 是吗 其实他刚刚对讲 这种不用怀疑 我都会有一个 照片给你们看 确实 你就可以发现 小田田的大闹 已经在哪个状态之下 真的 对 对 我会有一个类似的照片 玩的是已经算猛了 橘子你也玩到这种 我没有玩这种 我都是玩线上游戏 我没有玩那么闲 就是暗门的 但是我曾经就是有玩到 我们就是会约一群朋友 去网咖打 然后就是从早上一天开始联系 我曾经在网咖待了三天三夜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而且睡觉也不用吃东西 而且饮料食物都不用钱 是不是 那你一定很受男生欢迎咯 他是男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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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后来 最后一天我后来觉得 有点不对劲 所以大家说 那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我就这只手没办法举起来 麻痹 而且我的头转不过去 对 因为你一直在上面太久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硬要 就是举起来 拿帽子的时候啊 我眼泪一开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因为痛到我完全受不了 后来我朋友把我送去急诊室 那就是这样 经济昌证后群 好可怕 他就是玩具上有聊 经济昌证后群 对 那时候为什么有些 有些人在网咖打一打 会那个你们过劳 出手 就这样子 之前有这个新闻 对不对 其实他不是 他不是因为打那个上游戏 而是因为他本身 可能有一点点心脏血管疾病 然后你长期不动的话 长期不动的话 血液流动就会变慢 然后就会很容易引起血酸 但是重点是 你三天生业 你是觉得太好玩还是 太好玩啦 因为就 好玩到这种程度 就是很夯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就 杀了杀死他 躲在哪里 然后就全部一起玩 对 可是我问一下 那个现场的女生比例是多好 大概 二十分之一吧 大概有 大概有 三十percent或四十分 有 蛮高的 而且很多都是辣妹啊 其实 我觉得有朋友 就是本来不认识 然后我们就大家组队 然后就会讲说 那个谁怎么躲在那 因为会有敌对嘛 我们就说 那个人怎么一直躲在那 很贱 不要脸什么什么的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辣妹 突然站起来就说 是我 你有种你就过来杀我 然后后来有朋友 就因为这样 两个就谈恋爱 哇 啊 好 好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 它有正向功能 其实我们有统计 在网路上面呢 其实它真的有四大功能 这四大功能 很符合人性 我们大脑里面 本来就有两个我 互相打来打去 一个是很道德的我 那就超我 对 另外一个呢 是很本我 很原始欲望的我 对 那你知道在这社会上 充斥这种虚伪的话 我们的道德 我好像常常会大张旗帜 可是事实上不是 我们常会做一些冲突 所以在网路上面 你就可以把那种虚伪 拉回真实原始欲望 所以第一个其实很简单 真的就是 为了出发情绪 对啦 我相信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一开始 我们并没有网路 像虚伟老师 因为我们真的太忙 我们很忙很忙 我们真实世界里面 是很忙的 那你们怎么发现 那个时候 运动 我一直强调运动 很重要 你什么发现 吃东西 可是那时候你体质好 我会怕 可是吃东西 我们这等于是有option 我们可以既吃东西 又可以上网 对 你边上网边吃东西 对 你帮我一桌 所以说两个 所以你听下去有得就有识 所以接下来 所以为什么会抒发情绪 因为其实大家会有共同不同的兴趣 但在网路上面那一块里面 大家的兴趣好像是类似了 所以接下来呢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有共同兴趣 所以会志同道德 哦 就是这样子 志同道和好朋友拉在一起 今天如果说像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徐游老师是喜欢吃 可是小甜甜是喜欢看 他们两个就不会上同样的网站了 你觉得很可怕一件事啊 有时候你其实心情不好 对 你只要写短短三个字 好多人 等于说我哭了 那你就快点啪啦 一堆人都给你暗闪 怎么了 我哭了 然后你就快点啪啦 我哭了就会了 对 我哭了就会了 这三个字 有些人是反效果 我哭了 你是不是在靠杯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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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多的功能 因为他都是赞 因为之前有的人 例如说家长有谁走了 然后你也只有赞 可以按赞 不能啊 所以我哭了 我拉肚子拉了三天 赞 再来第三个 其实我们讲说 就是可以广结善缘之外 再来我们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要的 对耶 真的 我哭了 我哭了 而且开个属于自己聊天 你选一个东西 按一个赞 你就代表他 看到他有在看 你看到他有在看到我 在网路世界里面 意义不重要 意气比较重要 这样子 所以有情话可以到处连结 那最重要最重要 其实网路世界 光是女生 同性在那边玩 事实上是真没意思 真的是异性 所以呢 最重要的话 其实网路会 大家都有看过那部电影 网路会有Facebook等等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吵架嘛 所以之后呢 然后他就再去找别的嘛 这样子 所以两性之间的 两性之间的这种游戏 就从这地方游戏之爱开始了 所以会有很多意乱其名 因为这种爱情呢 这种爱就是 我只要游戏 我不要真正爱 可是我可以游戏人间 这是很人性 这样子 这地方有一张图 这张图请你仔细看 里面有很多的图形 镜头给镜头看一下 对 图形 然后呢 请问你 他这些图形是向右转 还是向左转 小甜甜网路是爱 却杀出陈咬金 Facebook有的功能 然后我最近很喜欢那个功能 就是他可以 就是把关系公开化 里面有你嘛 然后里面还有伴侣 丈夫 老公 然后就分散给很多 我觉得很帅的朋友 但他们都没有任何人允许我 他一直在 反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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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 他这些图形是向右转 还是向左转 逆时针 我就直接看我 如果有转的话怎么样 好 好了 在这地方其实 请问有选择向右的举手 右边是左 逆时针 顺 顺时针 没关系 因为我们相对的 那向左转的请举手 好 那向右转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刚刚有听到说 没有转 对 没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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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举手 搞不太清楚了 好 那在这地方的话 我们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会拿这张图形来 一般来讲 如果你越网路成瘾的话 这种图形就测 我们的自律神经稳定度 网路成瘾的人 他自律神经会绝对的不稳定 绝对不稳定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大脑出来 就是这一张图 这就是有那些图 我们去看到 扫描出来 网影的大脑 和焦虑的大脑 刚刚你有看到 不论其实你是向右转 都是向左转 好 我们刚刚这两位美女 她们有讲 哇好像都向右 大脑也是向右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间接评估 你真的已经有点网影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图形 它是不动的 它是不动 不动的话 就其实 对 也就是说 那你这个网影的时候 你会的焦虑度会增加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地方 有一个正常的 和这是一个焦虑的 和一个网影 它们呢 同样用同样的大脑扫描以后 它们会有同样的路线 就绿色那一部分 它们同样都在发亮 可是我们正常是不会的 所以这种就是在测试 我们去一些 心理图案的时候 去看你是不是 真正进到网影状态 那往左转呢 对 其实往右往左都不转 那速度快慢 都是一样的 速度越快 代表你越焦虑 也就是自律成绩越不满 我的呈现一种 很奇妙的状态 它是 左转右转 OK 这种话 在我们的来讲 就叫做错觉 那我们应该是错觉而已 错觉 错觉的话 为什么 可是我们多数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很多人答案是不动的 是不动的 事实上它本来就不动 不动 再你们会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你们很容易被暗示 这样子 很容易被暗示 也就是说我在网交上面呢 我呢一个讯息出来 你马上就会去做联系 你很容易去做联系 哦 我觉得还蛮准的 你蛮准的 对 因为我其实 我还蛮沉 因为我就是 就是早上上班 一直上网 到晚上睡觉 前 大概凌晨两三点 你也是蛮机器 在Facebook上面 蛮活跃的 对 看你常会po啊 对我常会po文 然后去关心别人 连拨 连拨 我没有连拨 对 我会很喜欢关心朋友 好 所以现在网路 行情色色很多 陷入在网路的情迷 我们看有哪几种状况 第一种情迷 一 对方一句honey 心 心发怒 心发怒放一整夜 心发怒放 心发 心发 不过还发 心发啦 没事就可以了 好 找郭金发好了 好 一句honey 一句honey 心发怒放一整夜 心发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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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我有朋友啊 他因为线上游戏要打 打怪都会组成一团这样子 然后就彼此两个陌生的人 组一队这样子 然后不到三天 就网公网婆相称 对 就是网路上的老公老婆 可是现实生活有自己的 是不认识这个人的 嗯 就是满足那种心里面那种 对啊 而且我之前玩也是啊 就莫名其妙 我第一次玩那种 线上RPG游戏 就养成然后练功什么 就突然有一个人 登登登就跳到我旁边 就问说 欸你有老公吗 我就说 他说你有公吗 我就说没有 他说那我当你公 你跟我走 我就跟着他走耶 我就跟着他走耶 游戏嘛 然后我就跟着他到最后 他一直送东西给我 我就觉得好妙哦 对 而且你知道像我之前玩天堂 也在那个网路的这种 练功世界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另外一半 一定要有 因为像之前天堂 还有为了情人节 做一些就是 虚拟的情人节的东西 那时候情侣对戒 然后你在上面 一定要跟你的网工 跟网婆一起练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宝物 那个宝物呢 你只要一按 不管你在哪里 你就可以马上飞到你的另外一半身边 哇 然后这在过程中里面 老公带你一起练功 然后大家全部网路上 所有的人都知道说 你是我的人 我是他的人 然后有狼有什么他就帮你杀 你就会觉得被保护 哇塞 浪漫啊 最近收获好多 我第一次听网公网婆 真的 我老公嘛 我老公不小心有起个网婆 我老公有起床 哦 有本人吗 真的 有本人 所以我要讲的是 网路上面 一个很很很 应该说很简单的一个字眼 都可以让人家就是意乱其名 我记得其实我那时候 刚开始上网的时候 其实其中有一个人 为什么会叫他当朋友 因为呢他的文笔子好 因为你知道我们写文字的人 其实很信 就是很喜欢那种文字上面那种唯美 然后他很会触动你的心 像你们记者会比谁的文字 比较顺 或者比较好 会啊会 那其实通常写杂志的 可能会可能更厉害一点 因为他其实可能 应该都两三千字嘛 你应该蛮会写小本的 我 我非常会写 对 就是说什么 阿熊逗大的汉珠 谁的笔先 什么 他对信那个口罩就有如 黃蜂般彩蜜的那个论 那什么 好粉哦 你这个比较low 其实我们反而会比较唯美一点 会 他比较唯 以前呢我们看那就是小本的 我们都会觉得 他一定是有一个很私意的作家 因为他用文字就可以挑起我们国中生的欲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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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像我记得我有剖一张我们在 就是上班的这个照片 然后跟老师啊黑人这样子 那蛮新的故事 没有 对蛮新的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那天刚好穿短裤 然后他就直接想到妹 你的腿真的很美 诶 诶 诶 后来呢 那就是很爱心 对没有就很开心这样 然后你就忍不住你就回答说 哥谢谢你哦 那脸呢 诶 诶 你还蛮幽默的啊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就是网路上面我刚刚讲说最先开始是说 因为那种文字哦 你对文字敏感度很强的人 经过笔战之后 所以笔战不一定骂来骂去 也就是笔战就是那种 一来一往 对然后在秀对方的那种文学底子的时候 那个就会有一种 一笔 那会不会跟你更完神玉琳啊 他绝对没有这个本类 那所以呢 我就觉得那感觉是拉近的 所以他才会后来就变哥妹相称 而且那可以开 可以开话题 对 OK 我们的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种情谜是 无时无刻保护我情不自禁爱上你 对啊 就是被保护的感觉 对真的 像我一个就是有 你现在当没人保护你吗 对 现在在讲这个网路的 OK 好不要讲到我个人 好 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啊 就是他 跟他现在老公啊 就是玩电玩一年多 然后都是我在 就是在电玩世界里面 然后就恋爱网路嘛 然后他们见面不到一个礼拜 立刻结婚 然后现在 立刻结婚 然后现在最近就是刚生一对双胞胎 然后在月子中心我就看我傻眼 好强哦 双胞胎是他婆婆在带 他们两个一人一台电脑在那边打 还在玩 对 可是这个 听起来还可以结婚生子 蛮 蛮 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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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这也是网路上认识的 我是后来她上我们节目 我才知道 你才知道的 那也很美满啊 对啊 我现在讲的比较负面的就是 但是我是亲而听到 就是去年时候认识一个北京的一个很高间的女主管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北京女人好厉害 因为她说呢 有一次她电脑坏掉了 所以要借她老公的电脑来用 然后结果她无意间发现就是 有她老公跟别的女生的很亲密的合照 然后就是投靠在一起的那种合照 然后就是她就循序渐进就去搜寻所有电脑里面的资料 发现这女生呢 她们是透过线上游戏认识的 然后她们还互称老公老婆 最后呢她还发现一张假的结婚证书 就是她们的网路上假结婚 哇 对然后还相约就是下辈子要在一起 下辈子 梁柱吗 不怎么结婚啊 那个结婚 她合成做一张假的结婚证书 好然后她那个 这个女主管她非常非常生气 她当下立刻把她电脑里面所有的照片 寄给她通讯处里面每一个人 包括同事老板家人亲戚 全部寄出去 欲食欲食 对她就是把她闹很大 然后她还把这个这个小三呢 就是约出来谈判 然后这个女生她也是已婚的 然后她就跟这个这个小三讲说 她说你如果不收手的话 我就是把你们的这个光给 就是她们说U盘嘛 烧成U盘全部寄到你的家人 我都知道你的任何的地址 你躲都躲不了 毁掉她 最后的最后的结果是就是 她的这个先生就是下跪求饶 下跪 这是她要的答案吗 就是那时候她的心都变了 她边就是开始然后边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但是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几年前喔 那时候 我觉得她们婚姻还可以继续吗 她们还是在一起 有这么撕裂的方法 女生疯起来真的是蛮疯的 下跪好可怕 对啊 那跪完难道就好了吗 这个男的跟你下跪大概也不按理了吧 我觉得就是撕裂 而且她全部的交友圈都知道这件事 那以后怎么看待这件事 包括同事老板全部寄出去 哇 好可怕 Wendy老师 女生发痕起来应该比男生更多 女生发痕起来跟男生其实 其实我们都一样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女生会用那种情绪的霸凌 男生顶多就是暴力 所以通常一般我们会再说 男女之间万一有冲突 万一有冲突的时候 你会觉得男生真的智商比较低 因为她常常就出手了 可是女生不是 她女生会去破坏你周围所有的女生 六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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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无时无刻保护我觉得 如果说是刚打游戏那种 我保护你那个 我觉得还好 可是我觉得最可怕是在 因为现在的时代不同 以前可能要飞鸽传书 没有了简讯 可是简讯的一个很大的条件是什么 你认识对方 他用你的电话 他才可以给你一些信息 对不对 一些信息 可是重点是现在的网路不一样 一对多 比方说 对 他只要知道说小甜甜 小甜甜打下去之后 他就可以什么 留私讯给你 对啊 他就说 突然下大雨了 你要小心开车哦 然后不然就对 然后不然就 那天比较冷 他就说 好冷哦 你在摄影棚一定更冷 你要多 那就是那种 乌书哥 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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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这个人 吃饭了吗 他就要加我 可是我不加他 会不会是中文多 我突然有闪过一个画面 很闪 所以他帮你修过电脑 他就直接来了 他不会这么麻烦 没有了 要剪掉 那种 对我要讲是说 这种那种很可怕 就无时无刻 让你感觉到很温暖 保护你 给你关心 女生会是最重要的 那个很可怕 可是这个时间在线 拉穿 要小心开车 但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就这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群人 一起打怪 然后一起练功 就一直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 就一直陪在他旁边 就一直帮他 然后他等级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有一天我朋友就跟我说 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男生约出来 然后碰面了 我就说很好啊 就因为他单身很久 就是他们就约好一天在某个咖啡厅 出来了 然后呢 是一个高中生 所以他已经二十六岁了 对 二十一个高中生 一练了 后来最好跟他说抱歉 抱歉 他还算是有良心啊 对啊 他真的来了 对啊 我四十几岁穿服装的衣服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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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说毕于高中 你这是 我夜不笑 夜不笑是谁都行啊 搞得要命 就是杯子不可有的功能 然后我最近很喜欢那个功能 就是他可以 就是把关系公开化 你知道吗 他就可以邀请 如果你要你就允许 然后我就在里面 因为都是好朋友嘛 里面有你嘛 然后里面还有伴侣 丈夫 老公 然后就分散给很多 我觉得很帅的朋友 但他们都没有任何人允许我 他一直在审核中 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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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 找到罪的人 真的有人这样子耶 真的有人这样子耶 真的有人这样子 很长 像茉莉刚刚讲的 那这已经是有点接近这种 有接近了 有 小姑有这种 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 那个小三游戏嘛 对不对 那时候刚出来 我个朋友啊 他是已经有家庭的人 他就疯狂的爱上 然后就是茶不思饭不想 后来还就是因为要玩这游戏练等级 然后而离职 后来把所有的家机给他老婆扛 老婆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还有两个小孩 所以老婆就是有开导她说 现场游戏可以玩 但是不要这样玩 他就觉得老婆这样子很啰嗦 他就跟网路上的网婆 然后去叙述说我老婆怎样怎样 后来他就觉得说 网路上网婆跟他比较聊得来 后来他就跟网婆 就是他跟他老婆就已经离婚 小孩也不要 后来最近跟网婆已经结婚了 真正的结婚 其实还蛮幸福的耶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嗜好 好离谱耶 太可遏了啦 太可遏了啦 不過说真的 有时候回家老婆啊 一直唠唠叨叨 然後突然间再 搞不好老公也唠唠叨叨叨叨 我那两个都会这样好不好 那在网路上突然找到一个那种 很容易就变心了 然后寝听你讲的话呢 等一下 可是我要讲 我先随着她讲 可是呢 我看到的例子 应该是说 你现在是觉得 Happy Ending 对不对 但是 就我们常讲的 白雪公主跟王子 从此过的幸福快乐日子 可是后面 有没有柴米油盐 有没有面对的现实问题 老公变死瑞克 真的我看到 没有我看到的 后来 他们很快也就是急闪 两个也完全没有办法走下去 为什么 因为呢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当他们过去在网交 在谈话的时候是 我们都很Free 我们可能都没有工作 我们也不要把放下来 对 可是呢 你有没有想到 等到我们一起走入生活之后 你要那个啊 你要工作啊 我要柴米油盐啊 我要洗衣服 要带小孩啊 那个状态之下 你已经脱离了那种 网络非常虚拟的一个世界 你要面对现实 所以通常其实这个 也没有办法走下去 所以之前有个新闻 有个数字嘛 说外遇的快感呢 只维持六个月 但是呢 外遇之后造成两个家庭的伤痛 要长达六年才能央症 这五个月 差不多就切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要考虑一下 不能这样算啊 不能这样算啊 像刚刚小姑提那个例子 其实真的在现实中 大家不要认为不可能 很多很多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来 来就医求诊的 真的是很多 超恐怖的网络情人 他求诊要怎么样 他说 他们主要其实可能就是 大家不要认为说 网络这种成因都一定是男生居多 现在是男女各半 现在是很公平的一个社会 我们看我们来求诊是一个先生 那先生来求诊就是因为他的太太 就是因为没事嘛 在家里本来是相夫教职这样子 结果呢就没事上网 开始就跟一些人就开始连上线这样子 可是呢因为他先生 他其实他先生当然清楚 后来发现了这件事情 但男生发现的话 其实女生都已经心都已经离开一半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当一个真实的生活中 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真实的缺点出来 我为了要修剪那种真实 那种现实上的那些不满足的话 我一定会想要进到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就是网络的人性的一个原始的来源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马斯洛的理念 对 马斯洛他是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把我们人性就看着一个金字塔一样 当然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进到网络世界 事实上我们已经 第一个我们生理需求 我们可以活下来 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 我们只要没有生病 身体健康就很好 再来第二个安全 我们现在健保 只要有生病还有健保 然后有很多社会福利制度 这些呢 其实我们看 台湾政府都做得很好 从国外回来修牙子 对啊 然后这台湾政府都给我们 很大第一层第二层的满足 因为往上的话 第三层就就网络了 当你的夫妻生活里面 是一个很平淡的时候 他开始人本来就是有好奇心 这样子 很刺激一下 对很刺激 因为曖昧不明的时候 最能够公开出人的 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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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现在是男女各半 不妨多让 不过现在想要网络爱情 大家记得美国一个很知名的社会案件吗 就是两个小女孩 AB两个小女孩一起长大 上了高中以后吧 结果A这个女孩子就去忙别的了 所以B这个小女孩就很受伤 觉得她好朋友离开她 好啦 结果B这个小女孩 很受伤小女孩的妈妈 看女儿这样很可怜的 就怎么样呢 想去整A那个小女孩 哇 为什么 她就在网络上呢 威鸟肯贴婚的模式 她在网络上呢 就化身为一名少男 对 就去跟A这个小女孩谈恋爱 网络上谈谈谈谈谈 谈了以后 那个A就爱上这个网络的少年了 结果后来呢 她是B小女孩的妈妈嘛 后来呢 她在网络上呢 谈恋爱之后跟她吵架 吵一吵这个A这个小女孩受伤 认为失恋自杀 太可怕了吧 我觉得这个是充满诈骗的 再讲一个最近才发生的例子 有一个女生 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 自称是某医院的医生 然后女弟都觉得 好 这样巨细迷遗 好像在自我介绍一样 好 只有这个女生跟她这样子 每天这样网交到最后 情不自禁 就是fall in love 就爱她了 那爱她可是这个男的 其实不愿意跟她见面 因为她一直约她 因为是假的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她讲说 好 我有一个办法 因为你是说某某医院 什么科的医生嘛 她仰装成病人 她挂她的号 结果来了 她一到现场 好好笑哦 没这个人 没这个名字 然后医生照片对不上 根本人对不上 所以搞了半天是个骗子 真的很多 很多这种照片 好不好 好 所以要小心哦 第四种来 越来越重度咯 接音乐仿音乐器 结果一世成组 这个整个比较会在你身上 这个道理 一世成主顾就跟吃藕阿米爪 不好吃免责的东西 好像有招牌子这样 不甜杀头有没有 不好吃便宜的 对啊 常常有那种不好吃免责的吃 家当家面不加价 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 对 李李 说一说 你有业励的经验吗 不是我 我朋友 我朋友 她真的很夸张 因为她已经 因为她的老婆 她已经两个小孩了 然后结婚十几年了 可是她是跟她老婆 是从初恋 然后很快就结婚 然后大学毕业就结婚 你看我干嘛 没有我是 然后我看到 外面有没有什么风景这样子 是一直都很顾驾 然后事业有成 然后也很有钱 然后她会觉得 男的 男生 对 然后她就觉得她的生活 就要这样子走一辈子了嘛 她以后就上网 然后就迷上聊天室 还有一些网络游戏 然后就认识一个女生 她以为是 因为那女生讲话很成熟 她以为是童年 很了解她 就她约出来见面 是一个高中生 还没毕业的高中生 可是她就觉得 那女的就是 真的很了解她 而且她又觉得她 年轻没有完成的一些 很疯狂的梦想 就是勾引起她的一些年轻的 然后 在某方面 她就觉得她很能满足她 她爱怎么玩 女生都很配合她 她就觉得她老婆 每天就带小孩啊 然后煮饭烧菜 她就觉得她老婆 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之后 最夸张是 她们到现在还在一起 好久了 已经在一起有七八年了 女生 七八年 女生已经毕业了 然后 老主顾了 那个女生还在她 老主顾不可 真的是老主顾 她也在安排 在她自己公司做 只是个总机 让她不齐眼 让她不要被别人发现 然后包括她住屋 都是她在帮她付钱 到现在 然后你的甘愿就做小三 是男生的梦想吗 是啊 她也不抢 她也不抢她老婆啊 哎呦 她甘愿这样 她就甘愿了 像Wendy老师会说 什么都不要 到最后什么都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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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其实网路 像这种一夜情 真的是在于网路的便利性 随手可 便利了 对高度超快 高度自由 这样 不是 老师 她讲 重点是在七八年 怎么吃不腻啊 我跟GG 其实 我好像玩了 也不敢的 每天都会反求她很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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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走啊 每天吃牛肉 吃完牛肉面啊 对啊 要换个口味啊 对啊 对啊 她会说 那高中生 比较疯狂 可以 对 年纪差很多 玩一些比较 新鲜 新鲜 你要多冒险 没有 就通常就是变在悬上 这不是说 一世成主库 刚刚那个七八年 通常有时候都变成 你是被 可能宣泄的对象 然后可能衍生更多的问题 真的要小心 这个真的 第五首 真的 第五首是什么呢 黑人欲恐怖网友 无时无刻被关注 内地比较喜欢玩微波 因为有时候关注 关注一下 你觉得 那个时候只是 血塞节 就暗关注 现在后来取消 关注 对 第五首是什么呢 这个最可怕啦 这个最可怕啦 对情人 对 好恐怕 好恐怕 这个最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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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都会遭到 这些 对 这个之前就有一个 很大的社会新闻 就是有一个家庭 他们家里突然发现 一死三伤 就是才11岁的小男生 被割断 在刀盆断 然后流血在家里 然后他们就开始调查 就开始调查 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姐姐们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姐姐在两年前 在网路上交友 然后认识一个 年纪大他非常多 大概12岁的人 然后后来那个人呢 为了究竟可以跟这个姐姐相处 所以他搬到他们家隔壁 但搬来的时候 姐姐有点吓到了 就说 那我们就先就淡淡的 然后就刻意一直冷淡 这个感情 之后那个男生就跑去他家 把他们 对 我看到 那男生还蛮大气 对啊 就弟弟就拜拜了 好可怕 好可怕 真的是很悲哀 很可怕 超可怕的 其实那个 如果以那个社会新闻来讲 是因为那个男的 有在用毒瘾 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们当然知道 因为都会有在采访杨医师 这样子 我们有很真实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因为他碰到毒 所以他已经分不清楚 现实那些 然后是很情绪那一部分出来 这样子 那针对第五点 变调爱情 化身恐怖情侣 这个太常见了 这种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神经质之爱 就我没有看到你 我没有完全操控 这种会让你有窒息的感觉 这样子 天天呢在等着你 然后或者是常常那种 鬼来电那种感觉 这样子 然后电话呢 也不晓得是谁打来 但是就是要让你 他会觉得说 因为他没有你 他就是 如果你不在他旁边 他就像是没有灵魂 只是一个躯壳一样 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的网瘾 最后会类似像毒瘾 那个 这个真的可能是要做一个 适当的一个 去跟大家去了解说 你真的如果已经是 判断是网瘾的话 他真的是毒瘾 那个是需要被 被专业上的一些辅助治疗 这样子 对 要不然的话 你说在人的社会 其实人不外乎就是我们 道德脑那一部分 让我们变成人 你把它拿掉的话 不是说禽兽不如 就是视同禽兽 你禽兽会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人都会做 因为那是很冤实欲望 对 而且超可怕的是 你明明就已经跟他分手 你的状态改成单身 他还会留言给你说 你干嘛改成单身 然后或者是 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改 你为什么改 以及他会看到你 去跟别人的留言 他说你为什么会跟他留言 你以前跟他分手 而且你为什么对话 是这个样子 他会搭帐号乱讲话 对 然后后来你把他封锁了 他会突然跳出来 另外一个莫名帐号的讯息 说你为什么封锁 我们在这 好可怕 因为像微博 内地比较喜欢玩微博 因为有时候关注 关注一阵子 你觉得 那个时候只是 直接按关注 现在后来取消关注 不错 电话马上传点去 是怎么的 为什么取消关注 好敏感 好敏锐 就是因为是朋友 朋友了 对 就想要删一些关注 因为太多人了 是怎么的 然后这样 就很尴尬 你会觉得 我没有没有关注 没有取消 然后赶快一边面打电话 一边把他加回 关注 其实想到这个 其实我常会想到一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 大概前一两年 我们偶像的歌手 其实他曾经 其实偶像歌手是不是人 也是人 可是因为透过网路 你会觉得说那是一层保护 尤其你会觉得说公众人物 真的要交一个知心的朋友很难 所以他透过网路 其实他在 他发现他跟一个女生非常非常的好聊 然后他完全可以放下心房 告诉他说我在工作上 怎么样的痛苦 然后怎么样的压力 真的女生都可以适时的 就是给他安慰 他那时候他那一刹那 我们这个天王曾经讲说 他完全他觉得说就是这个女生了 而且他不会伤害他 那他们应该可以 可能走到另外一个阶段 可是呢后来呢有一天 这个女生就跟他要求说 真的是你吗 他说我真的怀疑 你真的是那个天王吗 就因为那个已经一段时间 就是黑人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已经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对这个女生的信赖度 是完全非常非常放心 他说我想看看你耶 真的是你吗 结果呢他就开了视讯 然后他那天刚好 他在那个家里面练身体 所以他是等于是上半身 是打赤膊的 好那个脸跟那个赤膊 就让他看到了 OK那女生说 欸真的是你耶 好了 可是呢问题来了 没多久之后 这一个所谓的消息 被看在周刊上面 就是说这个女生对他 比方这个男生对他 别有企图 然后呢露胸 然后弹胸露胃 对他类似性骚扰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对这个所谓这个天王 其实打击是很大的 好可怕 其实因为他根本就是真心诚意嘛 后来他有讲一句话 他是真心诚意 跟对方交朋友 可是还没有到那个界线 可是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处理的很好的一个 一个重点是在于 就是说他诚实 所以他对他的伤害并没有 可以这个也是相对的给大家 一个就是提醒 就是网络的世界 也真的不是你想要那么单纯 或者说你遇到问题 这么好解决 还是要小心 不要再乱按赞了啦 不要乱按赞哦 不要乱开视讯 这样没有那种设备 我们大家都这样 你很壮的 这样 还好吧 答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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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使用这个科技的好处啦 可是保持距离 像任何人给我的留言 我只有三种答案 然后轮流用 每个答案都只有三个字 yes no no excuse 就是谢谢你去救 谢谢您 不客气很荣幸 反正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很安静 好优异哦 那你这样就不会有人按赞吗 你要互动 我是说她在讯息里面 我不是只留言 对 给你私人的讯息 对 重点哦 节目到最后 记得上Facebook 许葳老师看 对 对 对哦 谢谢四位IP 谢谢